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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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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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这次的自由化表现非常出色 他成功地完成了户外点名四周和萨霍夫四周跳 而且他的阿克萨三周接两周 和菲特普三周接户外点名三周 包括他开场的第一个阿克萨三周跳 全部都会得到加一加二的这样的一个 宝奖 最后的两个动作很可惜 狗手三周跌倒 菲特普三周的跌倒 这名选手呢在今年欧景赛上都没有做过四周跳 而且还摔了两次 他今年比的国际比赛很少 就除了欧景赛以外 他没有比过大奖赛的分战 但是今年的全国际比赛也没有比 所以呢能够在这么少的这个磨合节目的过程当中 能够比成现在这个样子很不容易了 因为我们看到了他现在已经具备了两种不同四周跳的能力 我记得上一个赛季还没有这么多选手能够在一套节目当中 完成两种不同的四周跳 那么这个赛季呢已经开始出现 大概有四位选手比到现在 可以去做 那么做成的有两到三个人 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两个四周跳的完成这样 后来点兵的四周做得非常好 GUE能够加二了 他出问题的时候是到了第十个难度 勃守三周跌倒 之后的第十一个难度 菲利普三周又摔了 看看他的阿克塞尔三周 接后来点兵的两周跳 也是又可以得到加分的跳跃 这位选手呢是因为有伤 所以他在这个赛季的前半段 也就是在10年后半年吧 都没有比赛 来自杰克的别类兹纳 可塑制裁 来看看成定 技术分达到了83.19 节目中分74.92 目前他的技术分已经是 跟刚才我们看到能够完成两个四周票的 一般牙的飞南德兹 旗鼓相当都能够上8384 现在总分是233.61 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卒威尔了 卒威尔这次主要是 技术难度动作没有做好 接着 词 词